几点集,读诵国语版 破音字漏读,自音请自行,对赵温字当更正 美国佛教会,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网站,提供档案下载 underscoreunderscoreunderscore 禅宗专辑所收,经典一览标9808 禅宗专辑,点集,读诵国语版 二论大乘体信论 必依平等原者 一切诸佛福祖 皆愿度托一切众生 自然习 常不舍 以同体制力固 随应见闻而现作业 所谓众生一余三昧 乃得平等见诸佛固 此体用习 分别复有二种 云和为二 一者为相应 为凡夫二成出 发义菩萨等 以异意识习 一信力固 而能修行 为得无分别心 与体相应固 为得自在业修行 与用相应固 二者以相应 为法身菩萨 得无分别心 与诸佛致用相应 唯一法力自然修行 习真如 灭无名固 灭无名固 复赐 然法从无始以来 习不断 乃至得佛 后则有断 进法习 则无有断 进于未来 此意云和 以真如法常习故 望心则灭 法身显现 起用习 故无有断 复赐 真如自体相折 一切凡夫生闻 原觉菩萨诸佛 无有增见 非前济生非后济灭 毕竟长 从本以来 性自满足一切功德 所谓自体有道 智慧光明一故 辩诏法界一故 真实实之一故 自性清净心意 故常恶我尽一故 清凉不变自在一故 去足如是过 鱼杀不离不断 不义不思义佛法 乃至满足无 有所守一故 名为如来藏 义名如来法身 问曰 尚说 真如其体平等 离一切相 云合复说 挺有如是种种功德 答曰 虽是由此诸功得意 而无差别之相 等同一位 唯一真如 此意云合 已无分别 离分别相 事故无二 复以何意地说差别 以一夜时生灭相识 此云合适 以一切法本来为心 实无余念 而有望心 不觉起念 见诸境界 故说无明 心性不起 即是大智慧 光明 异故 若心起见 则有不见之相 心性离见 即是辩照法 异故 若心有动 非真实之 无有自信 非常非乐 非我非定 热闹衰变 则不自在 乃是去有过 沙等妄然之意 对此意故 心性无动 则有过沙等 诸境功德相亦实现 若心有起 更见前法可念者 则有所少 如是境法 无量功德 即是一心 更无所念 事故满足 名为法身 如来之旁 父四 真如用者 所谓诸佛如来 本在阴地 发大慈悲 修诸波罗密 设化众生 立大誓愿 禁与杜佛等众生界 亦不现结束 禁于未来 以取一切众生如己身故 而亦不取众生相 此亦何意 未如实之 一切众生即于己身 真如平等 真如平等 无别亦故 亦有如是大方便智 除灭无明 见本法身 自然而有不思 亦也种种之用 即与真如等 便一切处 又亦无有用相可得 何以故 为诸佛如来 为是法身至相知身 第一异地 无有是地境界 离于诗作 但随众生见闻得意 故说未用 此用有二种 云何为二 一者一分别事实 凡夫二成心所见者 名为应身 以不知转时现故 见从外来 取色分歧 不能尽之故 二者一于夜时 为诸佛萨从初发意 乃至佛萨究竟地 心所见者 名为报身 身有无量色 色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所著意过 亦有无量种种庄严 随所视线 即无有边 不可穷尽 离分其相 随其所应 常能注持 不悔不失 如是功德 皆因诸波罗密等 无漏形 其不思议之所成就 剧足无量乐相 故说未报身 又为凡夫所见者 是其粗色 随于六道 各见不同 种种种异类 非受乐相 故说未应身 复赐 出发意 菩萨等所见者 以身信真如法固 少分而见 知笔色相 庄严等事 无来无去 离于分歧 唯一新线 不离真如 然死菩萨 由自分别 以未入法身为故 若得净心 所见微妙 其用转圣 乃是菩萨的境 见之究竟 若离业时 则无见相 以诸佛法身 无有彼此色相 谍相见故 问曰 若诸佛法身 离于色相者 云何能现色相 答曰 即此法身 至色体故 能现于色 所谓从本以来 色心不二 以色性及至故 色体无形 说明至身 以至性及色故 说明法身 说明法身便一切处 所现之色 无有分歧 随心能治十方 世界无量菩萨 无量抱身 无量庄严 各个差别 皆无分歧 而不相防 此非心 只分别能知 以真如自在用意固 复刺 显示同生面门 即入真如门 所谓推求无音 色之女心 六尘境界 必定无念 以心无形相 十方求之 终不可得 如人迷雇 为东为西 方时不准 众生一耳 无名迷雇 为心为念 心时不动 若能观察 知心无念 即得随顺路 真如门故 对视挟持者 一切挟持 皆依我见 若离于我 则无挟持 是我见有二种 云何谓二 一者忍我见 二者法我见 忍我见者 依诸凡夫 说有无种 云何谓武 一者闻修多罗说 如来法身 毕竟寂寞 犹如虚空 已不知 为破的故 即为虚空 是如来性 云何对志 明虚空 云相视其妄法 体无补实 以对色固有 是可见相 令心生灭 以一切色法 本来是心 实无外色 若无色者 则无虚空之相 所谓一切境界 唯心忘记 故有 若心离于妄动 则一切境界灭 唯一真心 无所不便 此未如来广大性 至究竟之意 非如虚空相顾 二者闻修多罗说 世间诸法 必竟体空 乃至念真如之法 亦必竟空 从本已来自空 离一切相 已不知 为破的故 即为真如念之性 为是其空 云和对志 明真如法 身自体不空 去足无量性 功德故 三者闻修多罗说 如来之旁 无有增见 体背一切功德之法 已不解雇 即为如来之旁 有色心法 自相差别 云和对志 云为一真如意 说故 云生灭染意 世间说差别故 四者闻修多罗说 一切世间生死然法 皆一如来藏而有 一切诸法 不离真如 已不解雇 为如来藏自体 却有一切世间生死等法 云和对志 以如来藏从本以来 唯有过沙等诸境功德 不离不断 不亦真如意故 以过沙等烦恼然法 为是忘有 性自本无 从无始事来 未曾与如来藏相应故 若如来藏其有忘法 而使正会永期望者 则无事处故 无者闻修多罗说 一如来藏 故有生死 一如来藏 故得念 以不解雇 为众生有事 以见识故 复为如来所得念 有其中心 有其中心 还作众生 云和对志 以如来藏无前记故 无明知相亦无有事 若说三界外 更有众生拾其者 即是外道经说 又如来藏无有后记 诸佛所得念 与之相应 则无后记故 罚我见者 一二成顿根故 如来藏未说 人无我 以说不究竟 见有无因生灭之法 不畏生死 忘取念 云和对志 以无因法自性不生 则无有灭 本来灭故 复赐 究竟离忘执者 当之 然法定法皆惜相待 无有自相可说 事故 一切乏 从本以来 非色非心 非智非直 非有非无 毕竟不可说相 而有言说者 当之 如来善巧方便 假以言说 引导众生 其止去者 皆为离念 归于真如 以念一切法 令心生灭 不入时至故 分别发去道相者 为一切诸佛所证之道 一切菩萨发心 修行去向异故 略说发心 有三种 云和谓三 一者信成就发心 二者解形发心 三者正发心 信成就发心者 一和等人 修和等行 得信成就 堪能发心 所谓一不定 剧众生 有习善根 利固 信业果报 能起实善 验生此苦 欲求无上菩提 得知诸佛 心成供养 修行信心 金一万叠 信心成就故 诸佛菩萨 大教令发心 或以大悲故 能自发心 或因正法遇灭 以护法因缘 能自发心 如是信心成就 得发心者 入正定去 毕竟不退 明著如来众中 正因相应 若有众生善根 微少 久远以来 烦恼深厚 虽止于佛 亦得供养 燃起人间种子 获起二成种子 舍有求大成者 根则不定 若进若退 获有供养诸佛 未经一万叠 与众欲缘 亦有发心 所谓见佛色相 而发其心 或因供养众僧 而发其心 或因二成之人 教令发心 或学他发心 如是等发心 惜迭不定 欲恶因缘 或便退失 作二成地 复次 信成就发心者 发何等心 略说有三种 云何谓三 一者执心 正念真如法固 二者身心 乐及一切诸善行固 三者大悲心 欲拨一切众生苦固 问曰 尚说法界一相 佛体无二 何故不为念真如 父甲求学诸善之行 答曰 替卢大摩尼宝 体性明净 而有矿慧之构 若人虽念宝性 不以方便种种模式 忠无得尽 如是众生真如 知法体性空尽 而有无量 烦恼染够 若人虽念真如 不以方便种种修 亦无得尽 已够无量 辨一切法固 修一切善行 以为对质 若人修行一切善法 自然归顺真如法固 略说方便有四种 云何为四 医者行根本方便 未观一切法自性无声 离于望见 不住生死 观一切法因缘和和 业果不失 起于大悲 修诸福德 设化众生 不住面 以随顺法性无住故 二者能指方便 为惭愧悔过 能指一切恶法 不令增长 以随顺法性离诸过故 三者发起善根增长方便 为秦供养礼拜三宝 赞叹随喜 劝请诸佛 以爱敬三宝存厚心故 信德增长 乃能智求无上之道 又因佛法僧力所护顾 能消业障 善根不退 以随顺法性离诸障故 四者大愿平等方便 所谓发愿 尽于未来 化度一切众生 始无有余 皆令究竟无余念 以随顺法性无断绝故 法性广大 便一切众生 平等无二 不念彼此 究竟寄灭故 菩萨发誓心故 得得少分见于法身 以见法身故 随其愿力 能献八种利益众生 所谓从兜律天 退路开住开出开 出家成道 转法沦入于念 然是菩萨未明法身 以其过去无量事来 有漏之也未能决断 随其所生 与微苦相应 亦非亦系 已有大愿自在利固 如修多罗中 或说有退 多恶趣者 非其失退 但未初学菩萨 未入正位而懈怠者 恐不令使勇猛故 又是菩萨一发心后 远离泄弱 毕竟不畏作二成帝 若闻 无量无边阿僧 皆勤苦难行 乃得念 亦不切若 以信之 一切法 从本以来自灭故 皆行发心者 当之转圣 以是菩萨 从出正信以来 于帝依阿僧 皆将欲满故 于真如法中 身解献前 所修离乡 已知 法性体无千贪故 随顺修行贪波罗蜜 已知 法性无人 离五欲过故 随顺修行之波罗蜜 已知 法性无苦 离脑故 随顺修行颤提波罗蜜 已知 法性无身心相 离谢怠故 随顺修行提离耶波罗蜜 已知 法性肠定 体无乱故 随顺修行禅波罗蜜 已知 法性体明 离五名故 随顺修行盘 惹波罗蜜 正发心者 从尽心地 乃至菩萨究尽地 正和境界 所谓真如 已一转直 所谓境界 而此正者无有境界 为真如是 名为法身 是菩萨于一念情 能治十方无于世界 供养诸佛 请转法轮 为为开导利益众生 不依文字 或是超得速成正觉 以为泄弱众生故 或说我与无量阿僧结 当成佛道 以为泄慢众生故 能事如事无数方便 不可思议 而是菩萨重性根等 发心则等 所正义等 无有超过之法 以一切菩萨 皆经三阿僧结故 但随众生世界不同 所见所闻 根于性义 故事所行义有差别 又是菩萨发心相者 有三种心威系之相 云合为三 一者真心 无分别故 二者方便心 自然变形利益众生故 三者业实心 威系体面故 又是菩萨功德成满 余色究尽处 是一切世间最高大身 未以一念相应会 无名顿尽 明一切众志 自然而有不思义业 能限时方 利益众生 问曰 虚空无边故 世界无边 世界无边故 众生无边 众生无边 故 心情差别 亦复无边 如是境界 不可分歧 难知难解 若无名端 无有心想 云何能了 明一切众志 答曰 一切境界本来依心 离于想念 以众生望见境界 故心有分歧 以望起想念 不称法性 故不能觉了 诸佛如来 离于见相 无所不便 心真实故 即是诸法之性 自体显照一切妄法 有大致用 无量方便 随诸众生所应得解 皆能开示种种法义 事故 得明一切众志 又问曰 若诸佛有自然业 能献一切处 利益众生者 一切众生若见 其身若赌神便若闻其说 无不得力 云何世间多不能见 答曰 诸佛如来法身平等 便一切处 无有作义故 而说自然 但依众生心现 众生心者 犹如于定 定若有够 色相不现 如是 众生心若有够 法身不现故 以说解是分 四说修行信心分 事中 一为路正定众生 故说修行信心 何等信心 云何修行 略说 信心有四种 云何为四 一者信根本 所谓恶念真如法故 二者信佛有无量功德 常念亲近共养功敬 发起善根 愿求一切智故 三者信法有大利益 常念修行诸波罗密故 四者信僧能证修行 自利利他 常乐亲近诸福法众 求学如实行故 修行有五门 能诚此信 云何为五 一者师门 二者见门 三者忍门 四者禁门 五者止关门 云何修行师门 若见一切来求所者 所有财物随力之与 以自舍千摊 令笛欢喜 若见恶难恐不威逼 随己贪任 失与无畏 若有众生来求法者 随己能诫 方便未说 不应贪求名利恭敬 唯念自利利他 回向菩提故 云何修行戒门 所谓不杀不道 不淫不两舌 不恶口 不妄言 不其余 远离贪及其大 产区会邪见 若出家者 为者浮返 恼固 亦应远离 会闹 长处寂静 休息 少欲之族 侯婆等行 乃至小罪 心生不畏 惭愧改会 不得轻于如 来所致境界 当户鸡贤 不令众生忘起过罪故 云何修行忍门 所谓应忍他人之恼 心不怀抱 亦当忍于力衰 毁欲称激苦恶等法故 云何修行进门 所谓于诸善事 心不懈退 力智坚强 远离泄弱 当念过去久远以来 虚受一切身心大苦 无有利益 事故 应勤修诸功德 自利利他 肃离众苦 复四 若人虽修行信心 已从先世来 多有众罪恶业障故 为魔邪诸鬼之所恼乱 或为世间事物种种千禅 或为病苦所恼 有如是等众多障碍 事故 应当勇猛精勤 昼夜六十礼拜诸佛 诚心忏悔 劝请随喜回向菩提 长不修费 得免诸账 善根增掌故 云何修行止关门 所言执者 为止一切境界相 随顺奢摩他关义故 所言观者 为分别因缘生灭相 随顺提拨舍那关义故 云何随顺 以此二意渐渐修习 不相舍离 双限前故 若修职者 住于静处 端坐正义 不依气息 不依行色 不依于空 不依得水火风 乃至不依见闻觉知 一切诸相 随念皆除 亦浅除相 以一切法本来无相 念念不生念念不灭 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 后以心除心 心若迟散 即当舍来 住于正念 是正念者 当之 唯心 无外境界 既赴此心亦无自相 念念不可得 若从做起 去来尽止 有所知作 于一切识 常念方便 随顺观察 酒席纯熟 其心得住 以心注顾 渐渐猛力 随顺得路真如三昧 身符烦恼 信心增长 速成不退 唯除疑惑不信 诽谤众罪业障 我慢懈怠 如是等人所不能入 复四 依如是三昧故 则知 法界一相 为一切诸佛法身 与众生身 身平等无二 即明一行三昧 当之 真如是三昧根本 若人修行 渐渐能生 无量三昧 或有众生 无善根力 则为诸魔外道 鬼神之所或乱 若于坐中 献行恐怖 或献端正男女等相 当念为心 境界则灭 忠不畏恼 或献天相 仿佛法相 仿作如来相 相好剧足 或说佛罗尼 或说不知词戒 人如精进禅定 智慧或说平等 空无相无怨 无怨无亲 无因无果 毕竟空迹 是真念 或令人知宿命 过去知识 亦知未来知识 得他心智 便才无碍 能令众生 贪着世间名利知识 又令使人属数习 性无常准 或多慈爱 多睡多病 其心懈怠 或足起精进 后便修肺 生于不信 多疑多虑 或舍本盛行 更修杂业 弱者世世种种千禅 亦能使人得诸三妹少分相似 皆是外道所得 非真三妹 或复令人 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 乃至七日 住于定中 得自然相美饮食 身心是悦 不羁不渴 使人爱着 或亦令人时无分歧 大多大手 颜色变异 以事异故 行者常应智慧观察 勿令此心作于邪妄 当行正念 不取步的 则能远离世诸业障 应知 外道所有三妹 皆不离见爱我慢之心 攀着世间名利公敬故 真如三妹者 不住见相 不住得相 乃至出定义无泄慢 所有烦恼 渐渐微薄 若诸凡夫不喜此三妹法 得路如来众性 无有事处 以修世间诸禅三妹 多起味的 依于我见 细数三界 与外道共 若离善之事所护 得起外道兼故 复四 精勤专心修学此三妹者 现世当得十种利益 云合为食 一者常为食 方诸佛菩萨之所护念 二者不畏诸 魔恶鬼所能恐怖 三者不畏九 十五种外道 鬼神之所祸乱 四者远离诽谤甚深之法 众罪业障渐渐微薄 五者灭一切 遗诸恶觉观 六者愚如来境界 四者不畏诸恶 信得增长 七者远离忧惠 于生死中 勇猛不屑 八者其心柔和 舍于难 不畏他人所恼 九者虽未得定 于一切时一切境界处 则能减损烦恼 不乐世间 实者若得三昧 不畏外援一切 因生之所惊动 赴四 若人为修于智 则心审美 或其懈怠 不乐众善 远离大悲 是故修观 修习观者 当观 一切世间有为之法 无得久停 虚于变坏 一切心形 念念生灭 以事故苦 硬观 过去所念诸法 恍惚如梦 硬观 现在所念诸法 犹如电光 硬观 未来所念诸法 犹如鱼云 忽耳而起 硬观 世间一切有身 昔爹不静 种种会乌 无一可乐 如是 当念 一切众生 从无始始来 皆因无名所习故 令心生灭 已受一切身心大虎 现在极有无量逼惑 未来所虎亦无分歧 难舍难离 而不觉知 众生如是 甚未可明 作此思维 即应勇猛 立大誓愿 愿 令我心 离分别故 便于十方 修行一切诸善功德 尽其未来 尽其未来 以无量方便 救拨一切苦恼众生 令得聂第一意乐 以其如是愿故 于一切时一切处 所有众善 随以堪能 不舍修学 心无懈怠 为除坐实 专念于智 若于一切 惜当观察 应做不应做 若行若住若我若起 皆应止观俱行 所谓虽念 诸法自性不生 而复即念 因缘和和 善恶之也 苦恶等报 不知不坏 虽念 因缘善恶业报 而易即念 性不可得 若修职者 对治凡夫住的世间 能使二成切弱之见 若修观者 对治二成不起 大悲狭烈心过 远离凡夫 不修善根 以此义故 是指观二门 共相助成 不相舍离 若指观不惧 则无能入福其之道 复赐 众生初学誓法 欲求正信 其心切弱 以助于此缩活世界 自为不能常知诸佛 亲诚供养 去为信心难可成就 抑郁退者 当之 如来有圣方便 社护信心 为以专意念佛因缘 随愿得生他方佛土 常见于佛 永离恶道 如修多罗说 若人专念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所修善根 回向愿求生彼世界 即得往生 常见佛故 中午有退 若观彼佛真如琴修习 必定得生 助正定故 以说修行信心分 此说劝修利益分 如是 磨合眼珠佛蜜藏 我已总说 若有众生 欲于如来甚深境界 得生正信 远离诽谤 入大成道 当时此论 思量修习 究竟能至无上之道 若人闻是法义 不生切若 当之 此人定绍佛众 必为诸佛师所授祭 假使有人 能化三千大千 世界满中众生 另行实善 不如有人 于依实情 正思此法 过前功德 不可畏欲 不可畏欲 复赐 若人受持此论 观察修行 若一日一夜 所有功德 无量无边 不可得说 假令十方一切诸佛 各于无量无边阿僧杰 探其功德 亦不能禁 何以故 为法性功德 无有禁固 此人功德 亦复如是 无有边际 其有众生 于此论中 毁谤不信 所获罪报 今无量节 受大苦恼 世故 众生但应养信 不应诽谤 以身自害 亦害他人 断绝一切三宝之重 以一切如来 皆依此法 得念故 一切枯燥 因之修行 入佛至故 当之 过去枯燥 以依此法 得成净信 现在枯燥 今依此法 得成净信 未来枯燥 当依此法 得成净信 至故 众生应勤修学 诸佛甚深广大义 我今随分 总是说 回此功德 如法性 普利一切众生界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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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天主国福 提达摩禅师 关门问曰 何明禅定 答曰 禅为乱心不起 无动无念 无生无灭 无生无灭 无去无来 勘然不动 明知未禅定 何明为禅官 答曰 新神成静 明知未禅 照理分明明知未官 禅官自答无有错谬 故名禅官 新神成静不生 不灭 不来不去 淡然不动明知未禅 问曰 何明禅定 答曰 禅定者泛因 此明公得禅林 三界诸佛接说禅作 故名公得禅林 又问 何明禅法 答曰 禅法 从通有四地 初学时从始中有七种关门 第一柱心门 第二空心门 第三无门 第四心解脱门 第五禅定门 第六真妙门 第七智慧门 住心门者 为心散动攀原不住 专设念住更无去动 故名住心门 空心门者 为看心转追觉心空计 无去无来无有住处 无所依心 故云空心门 心无相门 为心沉静无有相貌 非清非黄非是非白 非长非短非大非小 非方非圆 禅然不动 故无相门 心解脱门者 知心无信无负 一切烦恼不来上心 故名心解脱门 禅定者 息语泛音 唐言净律 觉心寂静行时 住时坐时卧时 皆惜寂静无有散动 故名寂静 真如门者 决心无心等同虚空 辩周法界平等不二 无千无辩 故名真如门 智慧门者 识了一切明知未至 契达空元明知未会 故名智慧门 一名纠近道 一名大臣无相禅关门 则是修禅学道故 禅有七种关门 大声念佛得十种功德 一者不闻恶声 二者念佛不散 三者排去睡眠 四者勇猛精进 五者诸天欢喜 六者摩军部位 七者升阵十方 八者三图西库 九者三魅献前 十者往生净土 underscoreunderscoreunderscore 无心论智菩提 达摩智夫至理无言 要假言而显理 大道无相未接触而渐行 今且假力二人 共谈无心之论义 弟子问何赏曰 有心无心 答曰 无心 问曰 既云无心 谁能见闻觉知 谁知无心 答曰 还是无心既见闻觉知 还是无心能知无心 问曰 既若无心 即何无有见闻觉知 云何得有见闻觉知 答曰 我虽无心能见,能闻能觉能知 问曰 既能见闻觉知 即是有心 那得称无 答曰 只是见闻觉知 即是无心 何处更离见闻觉知 别有无心 我心恐鲁不解 依依为鲁解说 令鲁得悟真理 假如见终日见由未无见 见 见亦无心 闻中日闻由未无闻 闻亦无心 觉中日觉由未无觉 觉亦无心 知中日知由未无知 知亦无心 中日到坐 坐亦无坐 坐亦无心 故云见闻觉知总是无心 问曰 若未能得知是无心 答曰 当知即是无心 当知即是无心 问曰 何上济云一切处总是无心 即何无有罪福 何故众生轮回 六去生死不断 遍有人于无心中 见物为鬼见神 为蛇变生恐怖 众生忘之亦复如是 于无心中忘之 有心到中种也 而时无不轮回 六去 如是众生若遇 大善之士教令 坐禅觉悟无心 一切业障尽阶 消灭生死极端 譬如暗中日光 一照而暗皆尽 若无无心 一切罪灭亦复如是 问曰 弟子余媚心有未了神 一切处六根所用者应 答曰 与种种之为烦恼 扶贴生死念定无心 否 答曰 定是无心 只为众生忘之 有心即有一切 烦恼生死扶贴念 若觉无心即无 一切烦恼生死念 事故如来未有心 者说有生死 菩提对烦恼得名 念者对生死得名 此皆对治之法 若无心可得 即烦恼菩提亦不可得 乃至生死念亦不可得 问曰 菩提 过去诸佛皆得菩提 此未可呼 答曰 但已是帝文字之言得 于真帝时无可得 故为摩金云 菩提 菩提者不可以 深得不可以心得 又金刚金云 无有少法可得 诸佛如来但已 不可得而得 当之有心即 一切有无心 一切无 问曰 可想寄云于一切处尽皆无心 目时已无心 其不同于目时乎 答曰 而我无心心不同目时 何以故 辟如天故 虽复无心自然出种种妙法教化众生 又如如意诸 虽复无心自然能做种种变现 而我无心亦复如是 虽复无心善能 绝了诸法实相 去真盘惹三身自在应用无方 故宝积金云 以无心意而现行 其同目时乎 夫无心者即真心也 真心者即无心也 问曰 今于心中作若未修行 答曰 但于一切是丧绝了 无心即是修行 更不别有修行 故知无心即一切 即灭即无心也 弟子于是忽然大悟 使之心外无物物外无心 其只动用皆得自在 断诸以往更无挂碍 及其作礼 而明无心乃未诵曰 心神相继无色 无形堵之不见 听之无声刺暗 非暗如明不明 舍之不灭取之 无声大及阔舟 法界小及毛迭 不停烦恼混之 灼灭成之不清真 如本无分别 能辨有情无情收 知一些不利 暂知普遍寒灵妙神 非知所刻证 密绝于修行 灭则不见其怀 生则不见其成 大道既好无相 万象有好无明 如思运用自在 总是无心之今 何上又告曰 诸盘惹中以无心 盘惹而为罪上 故为摩金云 以无心亦无受行 而夕摧福外道 又法古经 若知无心可得 法及不可得 罪福亦不可得 生死念亦不可得 乃至一切尽不可得 不可得亦不可得 乃未颂曰 昔日迷食未有心 而食物罢了 无心虽负无心 能照用照用长 即即如如众曰 无心无照义 无用无照无用即 无为此事如来 真法界不同 菩萨未辟之言 无心者即 无妄相心也 又问 何名为太上 答曰 太者大也 上者高也 穷高之妙里故云太上也 又派者通派之未也 三界之天虽有 颜康之寿福尽 世故中轮回六去 为足为派 十住菩萨虽出离生寺 而妙里未及 一位未太 十住修心旺有入无 又无其无有双浅不妄中道 一位未太 又妄中道三处都尽 未皆妙觉 菩萨虽淺三处 不能无其所妙 亦未未太 又妄其妙则佛道至极 则无所存 无存思则无思虑 兼妄心至永息 绝照俱进 既然无为 此名为太也 太是理及之意 上是无等色 故云太上 及之佛如来之别名也 无心论一卷 underscoreunderscoreunderscore 观心论是观心可明为了 又问 上说真如佛性 一切功德因绝未根 未审无明之心 一切诸恶已何未根 答曰 无明之心虽有八万四千烦恼 情欲及杀众恶无量无边 取耀言之 皆由三读已为根本 其三读者及贪吃也 此三读心自能 具足一切诸恶 犹如大树根虽是 一所生之也其数无量 比三读根中生诸恶也 百千万亿被过 余前不可畏欲 如是心于本 其中自卫三读 若映现六根一名六贼 其六贼者则名六十 初入诸根攀着万静 能成恶也损真如气 故名六贼 一切众生由此 三读即以六贼 祸乱身心审眉生死 轮回六道寿诸胡闹 又有江河阴少 全缘捐留不绝 乃能弥漫波抛万里 若父有人断其本缘 则众流皆兮 求解脱者除其三读即以六贼 自能除一切诸乎 又问 三界六去广大无边 若为观心云和免彼之库 答曰 三界夜报为心所生 本若无心则无三界 三界者即是三读 贪为女界 为色界 尸为无色界 由此三心结极 诸恶夜报成就轮回不去 故名三界 又由三读道也 轻重受去不同分归六处 故名六去 又问 云和轻重分之为六 答曰 若有众生不乐 正因弥心修善 未免三界生三亲去 云和三亲所为 稀修时善望求快乐 未免贪戒 生于六去 西识五界忘起爱增 未免贪 生于人去 民旨有为信邪求福 未免失界 生阿修罗 如见三类名为三众 云和三众 所为众三独心为道恶业 堕三众去 若贪业重者堕恶鬼去 业重者堕地狱去 吃业重者堕处省去 如是三重通前 三亲碎成六去 故知一切善也由自心生 但能射心离诸邪恶 三界六去轮回 知也自然消灭 能灭诸虎极明解脱 又问 如佛所说 我女三代阿僧结 无量勤苦乃成佛道 云和今说为除 三独即明解脱 答曰 佛所说言三大 阿僧结者即三独心也 胡言阿僧汉言不可恕 此三独心于一念中皆为一切 何杀者不可恕也 真如知性计被三独之所复杖 若不超越第三 何杀独恶之念 云和明德解脱也 今者能除贪吃等三种独心 誓得名为度得 三大阿僧结 末世众生于诗顿根 不解如来三种阿僧秘秘之说 遂言成立结末期 其不一物行人 不退扑其方成佛道 今令学者为虚 观心不修戒行 云和成良善 聚会者 以能治三独即 有三良善普会 于心顾明三聚戒也 波罗密者 即是范言 汉言达彼岸 以六根清静固然是尘 即出烦恼可治菩提安也 顾明六波罗密 又问 如今所说 三聚境界者 是断一切恶 是修一切善 是度一切众生 今言是三独心 其不闻意有所乖也 答曰 佛所说今是真实于 应无谬也 菩萨于过去 因中修苦行实 对于三独是断 一切恶常修戒 对于独是修 一切善故常修定 对于施戒至度 一切众生故常修慧 由实如是界定 慧等三种境法故 能超比三独恶也 即成佛也 以至三独则诸恶消灭 故明知未断 以能持三界则诸善俱足 明知未佛 以修能断则万唐成就 自他立己苦记群生 故明为度 既知所修戒行不离于心 若自清静故一切 功德西皆清静 又云 欲得静佛云当静其心 随其心静则佛普静 若能智得三种独心 三去静界自然成就 又云 如今中所说 六波罗蜜者一名六度 所谓不知实见 人如今尽禅定智慧 今言六根清静六波罗蜜 若未通会 又六度者其亦云合 答曰 欲修六度当静 六根欲静六根先将六贼 能舍掩贼 离诸色静心无故命 名为不知能静耳贼 于比生辰物令纵意 名为实见 能除敌贼 等诸相臭自在调柔 名为人辱 能治蛇贼不贪邪位 赞永讲说无疲艳心 名为精进 能降身贼 于诸处欲其心淡然不动 名为禅定 能射一贼 不顺无名常修 绝会乐诸功得名为智慧 又度者运也 六波罗蜜欲如传伐能运在众生达于彼岸 顾名六度 又问 所说释迦如来位菩萨时 曾饮三斗六生 鲁弥方称佛道 即是先因实鲁后正佛果 其微观心得解脱也 答曰 成鲁所言无虚妄也 必因参鲁然是成佛 佛言实鲁 鲁有二种 佛所识者非 世间不尽之鲁 乃是真鲁清净法鲁 三斗者即是三去境界 六生者即是六波罗蜜 成佛道实实鲁是 法鲁方正佛果 若言如来时鱼 世间淫欲和和 不尽之牛三心如者 其不成棒法之身也 如来者自是 金刚不坏无漏法身 永离世间一切诸乎 其虚如是不尽 知如已冲击可 所说牛不在高原 不在下施 不使骨脉遭康夫斗 不与克牛红裙 身作紫磨金色 言死牛者即如是那佛也 以大慈大悲怜鸣固 于清净其中 如是三去境界 六波罗蜜微妙 法鲁养一切 众生求解脱者 如是真中清净 知如非真如来引之成道 一切众生若使者 皆得阿多罗三秒三福奇 又问 经中所说 佛言 众生修且拦住行像烧香 散花燃长明灯 昼夜六十绕塔 行道迟灾礼拜 种种功德皆成佛道 若为观心总社诸行 如是适应妄也 答曰 佛所说无量方便 一切众生顿根侠烈 甚深所以甲 有为欲无为 若不内行为止外求 希望获福 无有是处 言且拦者 西国犯阴 此地三位清净处地 若涌出三独藏净六根 身心淡然内外清净 是名为修且拦也 又住行像者 即是一切众生 求佛道所为修 诸觉行像如来 其潜注写金统之作也 是故求解脱 者以身为卢 以法为火智慧 为公将三去 境界六波罗蜜以为花样 容炼身心真如佛性 辨入一切界律魔中 如交奉行已无缺露 自然成就真容之相 所谓究竟常住 微妙色身非 有为败坏之法 若人求道不解 如誓著写真 容平和者言成就功德 又烧香者 亦非世间有相知相 乃是无为正法相也 君诸会恶也惜令轻灭 其正法相有无种体 一者皆相 所谓诸恶能断能修诸善 二者定相 所谓决心大成心无退转 三者会相 所谓藏于身心内外观察 四者解脱相 所谓决相 所谓能断一切无明杰覆 五者解脱知见相 所谓决照常通达无明爱 如是无相世间无比 佛在世日令 诸子以智慧 火烧如是无家乡 供养十方一切诸佛 今时众生于是顿根 不解如来真实之意 唯将外火烧于世间审谈熏路 至爱之相者 希望福报云何可得 又散花者亦亦如是 所谓言说正法说功德花 饶意有情散干一切 余真如幸福之庄严 此功德花佛所称叹 究竟常住无雕落期 若富有人散 如是花或福无量 若如来令诸 众生简洁增采 富损草木已为散花 无有是处 所以者何 持境界者于诸 大帝三罗万象不令触犯 误触犯者或大罪 旷富今故毁尽 借伤损万物求于福报 寓意繁损 其有是乎 又问 登者 绝正心绝也 以智慧明了欲知为登 事故一切求解脱者 可常以身为登台 心为登然 信为登柱 增诸界行以为天由 智慧明达与灯火常然 如是真如正觉 灯明或一切无明施暗 能以此法转相开悟 即是一灯燃百千灯 以灯去明明中不尽 以无尽故号曰常明 过去有佛号曰燃灯 意义如是 于是众生不惠 如来方便之说 专行虚妄知卓有为 虽然世间苏有 知灯以照一事乃称一交 其不谬呼 所以这何 佛放梅间一毫相光 上照万八千世界 若深光尽照普遍十方 其假如是世俗 知灯以为利益 相查思理应不然乎 又六十行道者 所谓六根之中于 一切时常行佛 道者觉也 即是修诸觉行调福六情 敬行掌实不舍 明六十行道 他者身也 常令觉会寻绕 身心念念不停 明为绕他 过去圣僧人 如是行道得念 求解脱者不会思理 何明行道 切剑今时顿根 知被众生曾为 内行为之外求 将至爱身绕至尖塔 日夜走咒徒自疲劳 而于真性依无利益 迷雾之甚成可明于 又持摘者当须达意 其力图而须功 摘者其也 所谓摘整身心不令犯乱 持者护也 所谓见形如法 护持必须尽六情至三独秦 绝查尽身心 勒如是一所明摘也 又持摘者 有无众 一者法喜时 所谓一如来正法欢喜奉行 二者禅乐时 所谓内外正记身心悦乐 三者念时 所谓常念诸佛心口相应 四者愿时 所谓行诸坐卧常求善愿 五者解脱时 所谓心肠清静不染俗臣 此知静时名为呆时 若后有人不参 如是五清静时 外持呆者无有是处 言思识者 于无名恶业之 时若转读者 破斋者云何或福 或有余迷不惠思理 身心放逸诸恶结味 贪欲自清了无惭愧 唯断外时自为持斋 何意见烂坏死 诗称言有命 必死见识 有礼拜者 当如法也 必须礼体内 明随事推辨 礼不舍 誓有形藏 惠如是意乃明如法 复礼者敬也 拜者所谓 恭敬真性屈服无名 为礼拜也 以恭敬故不敢毁伤 以驱服故无令义众 若能恶情涌断善念存 虽不见相长明礼拜 其是法者及身相也 未欲令诸世俗表天下心故 需驱服外心至恭敬相 用之则 舍之则藏 绝外明内以相应也 若父不行离法为 直是门内得故 重攀吃藏为恶业 外得空献身相 无明礼拜 无残于胜 纵狂于凡 不免伦罪 其成功德 既无所得 云和就道 又问 温世经 喜遇众僧或福无量 此则平和是法功德始成 若为观心可相应不 答曰 众僧者非说 世间有为是 世尊当而为诸 弟子说 温世经 欲令受此喜欲之法 是故甲诸世世比欲真宗 说其是者 第一净水 二者燃火 三者枣豆 四者羊枝 五者纯辉 六者苏高 七者内衣 举此七是欲于七法 一切众生由此 七法喜欲庄严 能除三毒无明构会 其七法者 一味境界喜荡身心 如清净水喜诸沉垢 二味智慧观察内外 犹如燃火能温其水 三味分别减气 如炉枣豆能除够腻 四味真实断珠妄语 如脚羊枝能消口气 五味正信绝无疑虑 如灰魔身能避珠峰 六味柔和珠刚强 犹如苏高通润皮肤 七味惭愧毁诸恶业 犹如内衣遮蔽丑行 如上七法病至 精中秘密之意 如来当尔为珠大成立根者 非为小智下列凡夫 所以令人无能误解 其温智者 其身智也 所以然智慧火温 境界汤喜荡 身中佛性受持 七法以自庄严 当尔比丘聪聪明 力智皆悟圣义 以此修行功德成就 但灯圣果 令时众生于是遁根 莫刻其事 将世间水洗至爱身 自卫依经 岂非物也 且如佛性非是凡行 烦恼尘埃本来无相 岂可将有爱水洗无为身 事不相应 云何可得 若言爱身清静 当官此身无因 贪欲不尽所生 臭惠甜甜 内外充满 若喜此身求于清静者 犹如喜倩尼尽应庭 以此言之 明之外喜非佛说也 又问 今所说言至心 念佛必得解脱 答曰 复念佛者 当虚正念为正 不乐义及为邪 正念必得往生进国 邪念云和达比 佛者觉也 所未觉察心缘 勿令其恶 念者亦也 未坚持戒行 不忘经了如来意 明为正念 故知念在于心不在于言 因权求于 得于忘全 因言求言 得意忘言 既称念佛 云明虚行念佛之体 若心无实 口诵空言 徒念虚空 有何诚意 且如诵之余念 明义玄书 在口约诵 在心约念 故知念从心起 明为觉行之门 诵在口中 即是因生之相 直相求福中无是乎 故经云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幼云 若以色见我 以阴生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以此观之 乃知是相非真正也 过去诸佛所修 功德皆非外说为正论 心是众善之源 是万恶之主 涅金 常恶由自心生 三界轮回六从心起 心未出世之门户 心是解脱之开金 之门户者体律难成时 开金者何忧不达 却见金时浅时 为是见相为公 广废财宝多鸡水路 望迎向他虚异人夫 积目迭尼图丹化绿 倾心尽力于己弥他 未解惭愧 何曾觉悟见有 勤勤执着说于 无相悟悟如迷 但参目下之小词 不觉当来路大苦 此之修学徒自疲劳 被正规写大言祸福 但能设心内 照绝观长明 绝三独永始消亡 六贼不令亲忧 自然杀功德种种庄严 无数法门吸叠成就 超凡正圣目击非妖物 再须于何凡好守 法门幽密令可去尘 略而论心想起少分 观心论遗卷 underscoreunderscoreunderscore 最上乘论第五 祖弘忍禅师 述凡去圣道物解真宗 修心要论若其不护静者 一切行无有取见 愿善之事如有邪者 用心无令脱措 恐悟厚人 夫修道之本体虚实 当身心本来清静不生不灭 无有分别 自性圆满清静之心 此事本之 乃圣念十方诸佛 问曰 何知自心本来清静 答曰 十德经云 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 犹如日伦体名 圆满广大无边 只为五阴黑云之所复 如瓶内灯光不能照灰 譬如世间云雾 八方聚起天下阴暗 日起烂 也何故无光 光源不坏 只为云雾所复 一切众生清静 知心亦复如是 只为攀缘妄念 烦恼珠见黑云所复 但能凝然守心 妄念不生 念法自然显现 故知自心本来清静 问曰 何知自心本来不生不灭 答曰 为摩金云 如无有生如无有灭 如者真如佛性自性清静 清静者心知缘也 真如本有不同缘生 又云 一切众生皆如也 众贤圣义如也 一切众生者 即我等世也 众贤圣者 即诸佛世也 明相虽别身中 真如法性并同 不生不灭故言皆如也 故知自心本来不生不灭 问曰 何明自心未本知 答曰 此真心者 自然而有不从外来 不述修于三世中 所有至亲莫过自守于心 若识心者 守之则道彼岸 弥心者 弃之则作三徒 故知三世诸佛以自心未本知 故论云 了然守心则妄念不起 则是无生 故知心是本知 问曰 何明自心圣念彼佛 答曰 常念彼佛不免生死 守我本心则道彼岸 金刚金云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故云 守本真心圣念他佛 又云 圣者指示 约行劝人之语 其时究竟国体平等无二 问曰 众生与佛真体系同 何故诸佛不生不灭 受无量快乐自在无碍 我等众生作生死中受种种苦也 答曰 十方诸佛误达法性 皆自然照疗于心圆 妄想不生正念不失 我所心灭故得不受生死 不生死故及毕竟寂灭 故知万恶自归 一切众生迷于真性 不识心奔 种种妄缘不修正念故及增爱心起 以增爱故则心气破漏 心气破漏故及有生死 有生死故则诸苦自现 心网精云 真如佛性没在之 见六十海中 沈伦生死不得解脱 努力会是 守本真心妄念不生 我所心灭自然 与佛平等无二 问曰 真如法性同一无二 迷应俱迷 物应俱悟 何故佛觉性 众生昏迷因何故然 答曰 自此已上路不思十分 非凡所及 实心故悟 失性故迷 缘何及何说不可定 但信真地守自本心 故为摩金云 无自性无他性 法本无生金及无灭 此物及离二边 路无分别致 若解此意但于行之法要 守心第一 此守心者 乃是念之根本 入道之妖门 十二不经之宗 三是诸佛之祖 问曰 何之守本真心 是念之根本 答曰 念者体是即念无为安乐 我心即是真心 妄想则断 妄想断故则去正念 正念去故记照至生 记照至生故穷达法性 穷达法性故则得念 故知守本真心 是念之根本 问曰 何之守本真心 是 入道之妖门 答曰 乃是取一手 找化佛形象 或造杀功德者 此是佛 为教导无智慧 众生作当来圣 报之也即见佛之音 若愿自导成佛 者会是守本真心 三是诸佛无量无边 若有一人不守 真心得成佛者 无有是处 故经云 至心一处无事不办 故知守本真心是 入道之妖门也 问曰 何知守本真心是 十二不经之宗 答曰 如来于一切金钟 说一切罪福 一切因缘果报 成隐一切山河 大地草木等 种种杂物体 无量无边僻域 或现无量神通 种种变化者 指是佛 为教导无智慧 众生有种重欲 心心形万差 事故如来随其 心门引入一城 我既体之众生 佛性本来清静如云底日 但了然守本真心 妄念云尽惠日极限 何须更多学知 见所生死苦 一切亦理及三世之事 譬如摩尽尽陈尽明自然现 则今于无名心中 学德者中是不堪 若能了然不失正念 无为心中学德 者此是真学 虽言真学 尽无所学 何以故 我即念二皆空故 更无二无一 故无所学 法性虽空要须 了然守本真心 妄念不生 我所心念故 念经云 知佛不说法者 是明剧足多文 故知守本真心 是十二不经之宗也 问曰 何知守本真心 是三世诸佛之族 答曰 三世诸佛爹 从心性中生 先守真心妄念不生 我所心灭后得成佛 故知守本真心 是三世诸佛之族也 上来四种问答 若欲广说何穷 无今妄 得卢自识本心是佛 是故劝卢 千金万论莫过守本真心 是要也 无今努力 按法华今是卢 大车宝藏明珠 妙妖等物如 自不取不服 穷苦 穷苦奈何惠是 妄念不生 我所心灭一切功德自然圆满 不假外求归生死苦 于一切处正念查心 莫爱现在恶重未来苦 自狂狂塌 不脱生死 努力努力 今虽无常共作 当来成佛之音 莫使三世虚度狂丧功夫 今云 长处地域如游圆观 在于恶道如己舍宅 我等众生今现如此 不觉不知今不 杀人了无初心 其哉苦哉 若有初心学作禅者 衣冠无量受精端做正念 闭目合口 心前平日随意禁远 做一日享受真心 念念莫著 集散掉气息 莫使大粗大戏 则令人成病苦 夜坐禅时莫见一切善恶境界 莫露青黄赤白等诸三昧 莫见身出大光明 莫见如来身香 莫见种种变化 但知射心莫著并皆是空 妄想而见也 晶云 十方国土皆如虚空 三界虚幻为是一心作 若不得定不见 一切境界者亦不虚怪 但于行著作 我中常了然守本真心 会是妄念不生 我所心灭一切 万法不出自心 所以诸佛广说 如许多言教辟语者 只为众生行行不同 遂使教门差别 其十八万四千法门 三乘八道未起七十二贤行踪 莫过自心是本也 若能自始本心 念念磨念磨住 这即自见佛性也 于念念中常供养 十方杀诸佛 十二不经念念长转 若了此心缘者 一切心已自现 一切愿去足 一切行满一切 皆伴不受厚有 会是妄念不生 我所心灭 舍死身已定得 无声不可思议 努力莫造大 如此真实不妄 语难可得闻 闻而能行者杀 众中莫过友依 行而能道者 一插结中兮有依人 好好自安自尽 善调诸根 旧事心缘 令照辽清静 悟令无忌心生 问曰 何明无忌心 答曰 诸涉心人为 原外净粗心小兮 内恋真心心未清静时 于行著作 我忠诚意看心 由未能了了 清静独照心缘 誓明无忌心也 义誓漏心由 不免生死大病 旷复总不守真心者 誓人审眉生死苦害 何日得出 可怜 努力努力 今云 众生若秦成不内发者 于三世动直杀 诸佛无所能畏 今云 众生执心自度 佛不能度众生 若佛能度众生者 过去诸佛杀无量 何故我等不成佛也 只是秦成不自内发 是故审眉苦海 努力努力 秦求本心勿令忘露 过去不知 已过意不及 今生现在由 欲得文妙法 分明相劝绝解词语 而是受心 是第一道 不肯发誓成 心求愿成佛寿 无量自在快乐 乃是轰轰随俗 攀求名利 当来坐大地狱中 受种种苦恼 将何所及 奈何奈何 努力努力 但能着破衣攀粗食 了然守本真心 阳痴不解语 最省气力而能有功 是大精进人也 是天迷人不解词里 于无名心中 多是天心广羞相散 妄得解脱 乃归生死 若了然不知 正念而度众生者 是有力福萨 分明与卢等守心第一 若不勤守者甚知人也 不肯献在医生人护 女得当来万劫受殃 听卢更不知何主 八风吹不动者 真是珍宝三叶 若知国体者但对于万劲 其杀作用巧便若留 应病于药 而能妄念不生 我所心灭者 真是初世丈夫 如来在日叹何可尽 无说死言者至心劝如 不生妄念 我所心灭则是初世之事 问曰 云何事我所心灭 答曰 未有小许胜他之心 自念我能如死者 是我所心灭中并故 念经曰 譬如虚空能容万物 而此虚空不自念 言我能寒荣如是 此欲我所心灭去金刚三昧 问曰 诸行人求真常记者 只乐世间无常粗善 不乐第一异地 真常妙善其理未见 只欲发心原意碎丝 决心起则是漏心 只欲亡心则是无明昏住 又不当理 只欲不止心 不原意极恶取空 虽受人身行处省行 而时无有定会方便 而不能解了明见佛性 只是行人审眉之处 若未超得道无余念 愿是真心 答曰 会是信心具足 志愿成就缓缓尽心 更重交入 好自贤尽身心 一切无所攀缘 端坐正念善掉气息 成其心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好好如如文 看看熟则了 见此心时流动 犹如水流洋燕夜夜不住 既见此时时为事 不内不外 缓缓如如文 看看熟则反复 消融虚宁赞助 其流注动之时 淡然自灭 灭此时者乃是灭 十德菩萨重中战祸 此时灭以其心 即虚宁忌淡薄 皎洁泰然 无更不能说其形状 鲁若欲得者 取灭金第三卷中金刚身品 即为魔金第三卷剑阿 门 人除以 人家人 佛品 缓缓行刺细心搜简熟看 若此金属实德 能于行住坐卧 即对五欲八丰 不知此心者 世人犯行以 力所作以伴 究竟不受生死之身 五欲者色生相畏处 八丰者力衰 毁欲称激苦乐 此事行人磨炼佛性处 身莫怪今身不得自在 今曰 世间无佛住处 菩萨不得先用 要脱死报身 众生过去根 有力顿不可判 上者一念间 下者无量劫 若有力时随 众生兴起菩萨善根 自利利他庄严佛土 要虚了四一乃穷实乡 若一文之德施真宗 朱比丘等辱学他出家修道 此事出家出生此家 世明出家 正念俱足修道得成 乃至谍身之谍 临命中时不知正念 及得成佛 弟子上来及此论者 只以信心一文 取义作如是说 实非了了正知 若乖胜离者 愿忏悔除灭 若当圣道者 回师众生 愿皆实本心 依实成佛 闻者努力当来成佛 愿在前度我门徒 问曰 此论从守至末 皆显自心至道 未知果行二门志和门设 答曰 此论显一成为中 然其志意道明去 解字免生死 乃能度人直言 自利不说利他 曰行门设 若有人一文行者 即在前成佛 若我狂辱当来坐十八地狱 指天地为誓 若不信我誓誓 被虎狼所识 《罪上成论》一卷 中 以此所寄圣寿 万岁时方法 借寒陵同路 如来国海云 教正学 恪守仪训等二识 画主印诸惠成道兮 龙庆四年耕舞 众春全罗道 同伏地安心四开版 亲舍小财雕刻宪论 遗书宣流 福祭人人守真心 各个正国体 实证得六岁秉身 臨中古诞尼妙言 白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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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无声方便 门第一 总章佛体 第二开智慧门 第三显示不思义法 第四明诸法正性 第五自然无碍解脱道 各个替贵和长当 教令发四红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边誓愿段 法门无尽誓愿学 无上佛道誓愿证 四请十方诸佛为和尚等 四请三世诸佛菩萨等 四教授三规 四问五能 一者鲁从今日 乃至菩萨能舍 一切恶之是不 能 二者亲近善之是不 能 三能坐持近戒 乃至命中不犯戒不 能 四能读诵大乘 经问甚深义不 能 五能见苦众生 随力能救护不 能 四个称以明 忏悔罪言过去 未来即现在 身口一叶十恶罪 我今至心尽忏悔 愿罪出灭永 不起五逆罪障重罪 准前 譬如明珠梅浊 水中以珠力故水及成 清佛性微得亦附如是 烦恼浊水皆得清净 如等忏悔禁三叶清净 如静流利内外明彻 看寿静殿佛法界 誓持心殿 以佛性为殿 性心贴起即为佛性 誓破佛法界 护持心不起即顺佛性 誓持佛法界 三说 四个令结加复作 同佛子心淡然不动誓媒 言净 佛子诸佛如来有 入道大方便 一念净心顿抄佛地 何积目一时念佛 何言 一切相总不得 取以金刚晶云 凡所有相接是虚妄 看心若静明静心地 莫卷缩身心舒展身心 放旷远看平等近虚空看 何问言 见何物 子云 一物不见 何 看静细细看 即用静心眼 无边无牙处远看 何言 问无障碍看 何问见何物 答 一物不见何向前远看 向后远看四为 上下一时平等看 近虚空看 常用静心眼看 莫见断意不限多少看 使得者然身心 调用无障碍 何言 三六是何 子云 是佛身心得离念 不见心心如心得解脱 不见身色如身解脱 如是常识无断用 入言 虚空无一物 清静无有相 常令不见断 从此永离脏 眼根清静 眼根离脏 耳根清静 耳离根脏 如是乃是六根清静 六根离脏 一切无碍是即解脱 不见六根香 清静无有相 常不见断 即是佛 是梅是佛 佛心清静里有梨无 身心不体 身心不体长寿 真心是梅是真如 心不体心真如 色不体色真如 心真如故心解脱 色真如故色解脱 心色距离极无一物 是大菩提树 佛是西国范语 此地往番名为绝 所言绝为心体理念 理念相者 等虚空界无所不便 法界一相即是 如来平等法身 于此法身说明本觉 决心初起心无初相 远离微细念 可见心性 性常著名究竟觉 佛是西国范语 此地往番名为绝 所言绝意者心 体理念 理念是佛意绝意 略是佛意 俱含三意意明印心方便 问 是梅是三意 自觉觉他绝满离心 自觉不远五根 离色觉他 不远五尘 心色距离觉行圆满 即是如来平等法身 理念相者 等虚空界无所不便 问 是梅是等虚空界无所不便 是梅是变不变 答 虚空无心 虚空无心 离念无心 无心 无心则等虚空无所不便 有念即不便 离念即便 法界一相则是 如来平等法身 问 是梅是法界 一知是法 界是十八界 眼见一知念起 多想生隔障不通 是然法界是众生界 是梅是静法界 眼见一知离念即无隔障 是静法界是佛界 是梅是佛界 法界一相一知处 法界一相一知处 是法是法界 眼见色 耳闻生 鼻觉相 蛇之味 身觉处 一知法 一通知上无种法 若心起同源 即是然法界是众生界 若不起心同源 即是静法界是佛界 法界一相 于十八界中有二 一染一静 先染后静 眼见色 亦是同源之 眼等五根一辰 五处其染集 一切处染一切 处染集 是然法界 是众生界 温 是梅是正法界 静法界者 于理念中眼见色不分别 即与眼处得解脱 于四一同 五处解脱 一切处解脱 一切处解脱 即一切处境 即是静法界是佛界 理念相者 等虚空界无所不便 数字法界一相数他 问 是梅是如来意 答 离心心如 离色色如 心色去如 即是绝满 绝满即是如来 又一根不起心如 五根不起色如 心色如如不随静起 即是如来平等法身 于此法身说明本觉 决 决心出起心无出香 远离微细念了见心性 性常注明究竟 是法身 问 是梅是报身佛 知六根本不动 觉性顿原光明辩照 是报身佛 是梅是法身佛 为因中修界定慧 迫得身中无名重叠后障 成就智慧大光明 是法身佛 是梅是化身佛 由心离念尽尘清静 知见无碍 原应十方 是化身佛 体用分明 离念明体 见闻觉知适用 记而常用 用而常记 即用即记 离乡明记 记照照记 记照者 因性起乡 照记者 射乡归性 书则米伦法界 卷则总在于毛端 土纳分明神用自在 指 身心即空 谁谱谁闹 身心空无谱闹 其语无为何 其无为达实相 身心空善回向 回向 扑皮正真常恶 常对境界心无所的 身心良法染静 一有念 一有念无量 沙烦恼 一离念无量沙功德 一沙功德是静 一是梅是法身体 是梅是一身心 离念是法身 由离念故转 无量沙生灭 成无量沙功德 沙功德一离念住是一 是梅是剧义 无见修行认识 功德不散是剧 剧诸功德充满法身 由离念故万境皆真 以上第一了 第二和尚大目问言 闻生不 闻不动死不动 是同定发会方便 是开会门 闻智慧 此方便非但能发会 亦能证定 是开智门 即得智 是明开智慧门 若不得此方便 正极落邪定 攀着禅为多而成 念已得此方便正定 即得元祭是大念 是用是智慧用 是明是明开佛知见 知见即是菩提 问是梅是不动 答心不动心不动 是定是智慧 耳根不动是色是智慧 此不动是同定发会方便 开会门 问 是梅是会门 耳根是会门 做梅生开会门 闻生耳根不动 是开会门 是开会门 是梅是会门是会 五根总是会门 非但能发会 亦能证定 是开智门 问 是梅是智门 一根未智门 做梅生开智门 一根不动是开智门 做梅生转意 成智即得智 是明开智慧门 鱼鲁开智慧门静 有力度众生 身体及手足 既然安不动 八峰吹不动 问 是梅是八峰 八峰者力衰 毁欲称激苦恶 答 四个是唯 四个是顺 问 于此唯顺做梅生 答 心不动 不动是佛 须米山景超生此海 逍遥出三界 如其所得法定会立庄严 以此度众生 自证无上道 问 有几种人开得智慧门 答 有三种人 是谁凡夫二乘菩萨 凡夫有生即闻无生 生落泄不闻 二乘有生无生 生落泄不闻 不闻 菩萨有生无生 生落泄常闻 问 三人一种开得智慧一门 圆和梅 二乘人摊着禅味做二乘念 二乘人开得会一门 智慧于耳根边正得闻会 西所不闻而今得闻 西所不闻而今得闻 闻以心生欢喜 欢喜极动 未动之不动 念六十正空计 念有生无生 生落泄不闻 不闻摊着禅味 不闻闻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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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闻闻 闻 闻 识于耳根边正得闻会 知六根本来不动有生无生 生落泄 常闻常顺不动修行 以得此方便正定即得元济世大念 念经云 不闻闻不闻不闻闻闻闻 闻 誓梅誓不闻闻 西所不闻而今得闻 誓不闻闻 誓梅誓不闻 不闻闻以心生欢喜 欢喜极动 未动之不动 念六十正空计 念有生无生 誓梅誓不闻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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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 二成人在定无悔 不能说法义,不能度众生 出定心赞 说法无定 水润明前会 定是闻不闻 是没是闻闻,凡夫亦有闻 闻菩萨亦有闻 闻凡夫闻闻即动动同臣菩萨 闻闻不动不同臣 何光不同臣缩佛 世界世家如来 以阴生为佛事 耳根为慧门 光明世界灯明 如来以光明为佛事 眼根为慧门 相激世界相激 如来以众相为佛事 敌根为慧门 甘露世界甘露 如来以甘露为佛事 舌根为慧门 众花世界花光 如来以众花为佛事 身根为慧门 庙会世界法明 如来以知一切法 不动为佛事 亦根为慧门 此方便非但 能发会亦能证定 问 是没是协定证定 二成人灭六十正空 纪念 是协定 菩萨之六根本来不动有声 无声 声落泄常文 是正定 问 谁能开得智慧门 善知事能开 因文善知事语 物得六根本来不动有声 无声声落泄 常文常顺不动修行 是明外散知事能开智慧门 问 是没是内散知事 答 智慧是知事识 时事会转译成 智慧开智门 即得智是明内散知事 能开智慧门 是没是协定证定 二成人有定无惠明邪 菩萨有定有惠明正 问 是没是大小念 西国范语 此地往翻明原济 是没是原济智慧继 是大念 菩提是西国范语 此地往翻明为之 知见见是智慧继用 菩提是念既用 知见是用 智慧是体 菩提是用 念是体 体用分明 晶云 菩提不可以心身身得 寄灭 是菩提灭诸相顾 问 是没是身心不得 答 心不动离念不起 菩提不当 我 问 不会是菩提 诸路不会顾 是身心不可得 答 六根不动诸路不会 即是圆满福奇 又根尘不染得一切处不会 又问 藏是福奇 藏诸愿故 答 六根不动诸愿不生 即是圆满福奇 问 路德导观否 答 正用心识不见有路不见有出 见路亦是动 有亦是动 见不路亦是动 无路无不路是不动 问 是梅是无闻未根本 见闻觉知未厚德 问 原梅幻无闻未根本 由先正离身心相未根本 知见自在不染 六尘见闻觉知未厚德 以先正为根本 若不以正为先所有 知见则虽然 问 今日见闻觉知赤然 于六尘中得自在 原阿梅由先正离身心 身相未根本 知见自在即不染六尘 明知知见自在 于正后得未诸后得志 根本后得处处 分明处处解脱处处修行 眼见色心不起是根本 知 见自在是后得志 耳闻声心不起是根本 知 闻自在是后得志 逼觉相信不起是根本 知 觉自在是后得志 舌觉未心不起是根本 知 觉自在是后得志 自觉身心不起是根本 知 觉自在是后得志 亦知法心不起是根本 知 知自在是后得志 根根不起沉静 根根不起沉业 问 唯魔精云 无方便会复二成人 待定不闻出定即闻 待定无会不能 说法亦不能度众生 出定心赞说法 无定水润 明前会定 是明无方便会复 是梅是有方便会解 菩萨之六根本来不动 有生无生生落泻 常文常顺不动修行 以得死方便 正定即得缘济 是大念是明有方便会解 无会方便复 无会方便复 有会方便解 问 是梅是方便 不动是方便 何物不动心不动 答 得心住不动意是动 一觉经云 一切是间动不动 法皆成败坏不安之相 欢喜急动 愚未动抱不动 灭柳时正空记念 有生无生 生落泻不闻 贪着蝉胃 多二成念 是明无会方便复 是梅是有会方便解 是平常文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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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平常文旅行